大家好,我们今天用圣母记来画故事 首先画一个大大的圣母记 大写圣母记是先画一个圆 到中间的时候横过来 先画圆,到中间的时候呢,向内画一条横线 我们来画故事的头 先画一个半圆,再拉长 画嘴巴 画一条弧线 画鹅的脖子 鹅的脖子又细又长 这里画一条弧线 鹅的脖子和身体就画好了 在头上画一个倒过来的山 知道这个画的是什么吗 鹅罐 画上圆圆的眼睛 故事画一个微小的嘴 故事画上翅膀 先画一条弧线 然后再画三个波浪 然后把它们连起来 画固子的尾巴 固线画出三个尖角 画鹅的脚 鹅的脚上有什么 有脯 这个脯能干什么呀 帮助鹅滑水 鹅的脚呢就像一个叶子的形状 故事画好了没有 画好了 我们来上色吧 We are goose's Goodbye friends See you next time 下次再见 Bye Bye Bye